传说中 通往天界的奈何桥边 有一颗石头 名叫三生 它因为贪恋情爱 放化为人 私自下凡人间 无端制造念缘 余地得知之后 为之震怒 下令月老捉拿十三生 夺起法力下放人间 接受戴罪重修之勇士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日的奖ound 正在日 没有啦 大哥 我是真的沒有看到這台車 先生 妳要不要配合一下 不是啦 這個事情沒有這麼嚴重吧 我剛剛只是低頭看一下導航 結果這台車就停在路中間 我就撞上去了 行照 駕照 要不要先拿出來 一天晚上我們在餐廳大吵一架 他都賭氣說 不如我們去情自殺算了 我帶他來這兒 然後 然後陪他吃了幾顆安眠藥 我錯了 我不應該跟他家伍到 呵 你們不是要離婚了嗎 還遜什麼情啊 就跟你說了 對付這種有家暴前科的傢伙 就不能辛辣 你就不聽 但走到這個地步了 你還不願意放下 要這樣帶著一點點離開的話 對你未來是不會有好處的 好 好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真的 沒辦法 幾點到餐廳 六點多吧 六點多 幾點離開的 八 八九點吧 八點還是九點 別再問了好不好 方警官 我們一定會覺得 分得到 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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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感谢观看 你真的是因为是 他们的离婚律师 你才出现在这里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却是火焰 无畏华丽的伤眼 碾碎的摧毁 你想的蜿蜒 不必为我掉下眼泪 我只是短暂拥有过残缺 不必给我轻轻安慰 我活过的世界 不能再重演 我看得见 灯光那光是多么的词言 我听得见 灯光那花是多么的敷衍 一点不一点 那月那天那天的消灭 是正确的快乐 还是一种作用 都天下 有水 是 这些负能量的怨念我会让你收拾 你好好走 保重 把自己的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间的姻缘 据说有天界的月相老人负责掌管 对于命中注定的男女 月老会效应让 隐身在人间的月老使者 将他们牵上红线 姻缘有正缘有孽缘 那些牵不成红线的 念缘最终将幻化为五彩的蝴蝶 飞舞在人们无法看见的视线之中 十三神 明月小心 月老姓李明月 因缘际会与奈何桥旁的 摇水使者赵湘君 萌生倾诉 然而同样暗恋着 相亲的十三神 出于嫉妒 设计陷害李明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不知道这个时候戒指 为什么不在我身上 因为你心爱的乡君 其实她的心一直都一直想住 你这个展狗姻缘的月老 怎么会不知道 李明月 不要再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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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不要再叫她 你啊 神识 从今天开始 你要代替我到人间 结束天气给我的勇士是什么 宜月 宜月月 宜月月 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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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十三生身份 被打入人间的礼乐 唯有借由三生时的戒指 吸取念缘蝴蝶 才得以保留神力 等待重回天庭 洗刷罪名 在人间的礼乐 化名为离婚律师 游天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前董事长说 有很急的事要找你 你要急吧 喂 阿姨 你们是在整我儿子是不是 金山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有什么业务好跑的 现在还是Tim出车祸了 你知不知道 他出车祸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样 你还希望他有事对不对 不是 出车祸也就算了 还刚好撞到一个停在路边 接了费气 准备要自杀的什么事故车 真是晦气 我跟你说 他现在车子坏了 要进场维修 你赶快打电话给他 可是我现在还有 你没事跑去那边干嘛 车坏掉 你可以找脱掉公司 干嘛打电话给你妈 我就怕我妈担心 我就当然先打给她 我只是想要叫她 派个车来接我 我哪知道她会先打给你 我这边就叫不到车 你不是会用手机定位我的位置吗 你找一下然后来接我 好了 我知道了 那你快点 老大 你先搭出去啊 那时间怎么办 再重做吧 桌上的东西先不要 我知道 都是有活力顺序的 你以后开车就开慢一点 人家停路边你也去撞 好 我知道 我也会开慢一点 可是那些警察真的很奇怪 他们竟然要把我当成 破坏现场的现行犯逮捕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是的 你没跟你妈说吧 当然没有啊 我又没那么笨 我又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跟她说 只她那个事情也知道 如果我现在不跟她说 她之后才知道的话 她会发飙 很可怕 那是因为她不放心你 所以你要表现得更让她放心 你以前一个人也就算了 现在她知道你还有我 我这样夹在中间 我真的很可怜 好 我知道你很可怜 我以后不会这样子好不好 不要生气 你妈打来了 放我接 多米啊 接到Tim了吗 接到了 妈 Tim 你开车就不能专心一点哪 戒指买都买了 干嘛开车的时候要拿出来看啊 妈 你干嘛破我的梗哪 什么梗哪 我还要问你呢 好好地卖什么戒指 哦 是不是多米她比你跟她求婚啊 她在旁边 叫她听 阿姨 我再听 多米啊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她来跟你说了 你的八字 我拿去跟算命的合过了 是孤懒寡雀 祸才腰伤 大凶啊 哦 还有哦 不止十八字哦 你手上不拆有一颗痣吗 你知不知道 那是一颗 煞心孤蓝痣 哦 有吧 我们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你相信科学好不好 科学 你不是才刚要跟她求婚 就出事了吗 多米啊 你要替阿姨想一想 阿姨就替这么一个儿子啊 你年纪都这么大 男朋友也交了十几个 到现在也没有嫁出去啊 妈妈妈妈妈 我们现在开车很危险啊 我回家再打给你啊 拜拜 来 来 你的热肥事 还有巧克力 你可以配一下 巧克力会胖 你自己吃 那我就自己吃哦 戒指长怎样 你自己吃上尽力吗 不是说买好戒指了吗 不是说买好戒指了吗 不... 弹拔 Bright 鈴蜜蓝色星星系列 布林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嫁给我 好啊 明天就去公见吧 明天 這麼快 但是結婚之後 我們搬出來自己住 妳好 妳幹嘛這樣 我們住家裡有什麼不好 住家裡省房租 又可以多存一點錢 租一個房子不用多少錢 我們負擔不起 這個意思 我們跟媽住的話 生活有點照應不是也很好嗎 那不然你問你媽 她願不願意跟我一起去 還是你能保證你永遠都不會再受傷 什麼意思 不然她又要說 是我這個掃把心害的 你那麼孝順 難道你希望她天天看到我就擔心你嗎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老人家就是比較愛念 可是你也不能這樣子 就要懲罰她逼我拋棄她吧 你覺得我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 反正我會再跟她講 你不要擔心那麼多 好 那我等你 等你確認她永遠不會在我工作到一半 打來我的實驗室只為了 讓我當你一趟計程車司機 你再來找我 你說來說去 你就在為剛剛的事情生氣嗎 如果你真的不想來的話 你就跟她說你不要來啊 我媽這樣就已經夠煩了 你還跟著念 結婚那麼多 乾脆不要解 你是幾歲啊 我們結婚本來應該開開心心的 被你搞成這樣子 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回家 明天急著婚場地再佈置了耶 你不是跟她約好要求 確認你的書跟賺點門 來 最新數據調查顯示 近十年來 全球離婚率高速攀升 今年又再創新高 天上一天 人間一年 都十天沒消息了 約好這張連續假期 修得可真夠久啊 是 丁老闆 放小姐 你也來啦 不好意思 我們公車行銷業務部那個店 家裡臨時發生事情 不能過來 所以我趕快過來跟你說一聲 可是我剛剛才接她電話耶 她跟我說她在趕過來的路上 然後會遲到一下 叫我一定要等她耶 是喔 嗯 她這人就是這樣 老是反反覆覆的 不過沒關係 既然她會來那就好了 那我們明明先坐一下 董事都已經來佈置了喔 好 謝謝 這次的設計呢 我們是希望從科學的角度來驗證愛情 愛情是什麼 愛情就是費洛蒙 這款由方多米設計師設計出的 費洛蒙香水 她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促進人際關係親密 更厲害的是 她可以讓每個使用者 都得到桃花的預期喔 注意喔 你要不要試試看 嗯 翠芳小姐 比起月老千紅線的神話 妳認為費洛蒙更讓妳值得相信 神話故事當然浪漫有趣 但我更願意相信科學的數據 沒有拍妳啦 閃光燈而已 閃光燈而已 你喔 不好意思 這是我妹方千睿 這是這間酒吧的老闆 林顯楊 妳好 妳好 剛才已經拿回子去了 我妹很優秀的 她在美國學攝影 還得過新聞獎 我趁她這幾天剛回國 還沒找到工作 就把她抓來幫我 當才小用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我剛剛請 你來啦 丁老闆 給你介紹一下 這就是我們公司 行銷業務部的 剛剛說會遲到與小禮廳 丁老闆 丁老闆妳好 不好意思喔 最近很塞耶 奇怪喔 沒事 原來你就是傳說中的團隊嗎 呃 妳是 方多米的妹妹 方千睿 喔 妳好 多米常常提到妳耶 是嗎 我姐姐也常常跟我提到妳 真的嗎 嗯 尤其是昨天晚上 在她的桌上看到你們家的水電費 帳單的時候 我們還有多聊了一下 奇怪 最近很奇怪帳單好像都會記錯 怎麼可能到妳那裡 我 我改天再跟你拿 丁老闆 我們介紹一下我的產品好不好 好 來 這邊請 你嘴巴真的很壞耶 在外人面前不給她留點面子 誰叫她敢這樣騎波子 這就是來月酒吧最有名的桃花牆吧 在美國都待三年了 還是沒看上半個啊 唉 拜託 我又不是為了自己 我是為了妳好嗎 方多米小姐 人家早就有對象了吧 真的假的 美國認識的嗎 你怎麼現在才說啊 那我現在才說啊 不是跟著說了 晚上要帶一個朋友回去吃飯 好啊 現在都不先講了 說 精神到什麼階段 見穩了嗎 還是 好了啦 反正今天晚上 你就會見到她本人了 到時候你有什麼問題 就儘管問 那必須的 我要好好拷問 要是不說實話的話就 來人啊 大行伺候 對了 晚上還有一個秘密要跟妳說 什麼秘密啊 都跟妳說是秘密了還問 方正常 回來了 請問妳 妳是不是叫妳保護念的車位 站著嗎 怎麼被停走了 這個是這樣的 剛剛那個妳媽媽她很明明啊 她說她兒子臨時回來 找不到車位妳知道嗎 人家兒子男的 人家好心喔 人家回來沒有車位 你就讓給人家 待會兒女兒女婿回來 沒有車位呢 誰讓給我吧 我 就 給我啦 你就是這樣子 人家求你都很好商量 我要求人事情 你沒有人要做得好的 笑 笑什麼 就是氣了媽 去去去 去幫我煙肉 辛苦了 好 都準備得差不多了嗎 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幫忙的 阿姨妳不用擔心 有我媽在一起搞定 那就太好了 那我就不妨按你們了 我先去換個衣服 不然等一下客人來穿這樣 不好意思了 謝謝啦 玉美姐 我什麼時候變成她姐了 阿姨那句話的意思是 她很欣欣你 人都還沒有來 長得是圓是貶都不知道 就得意成這個樣子 還是女兒女婿呢 幹嘛這麼說 要是玉瑞真的交到一個好的男朋友 你也會逼她開心啊 那當然好 但我心裡面不舒服不是因為她 是因為妳 妳看看妳自己 從考上大學開始談戀愛 到現在多少年了 我看妳男朋友 十二生肖都要湊齊了吧 沒有一個像樣 我告訴妳喔 方多明 妳爸已經是他們了 嫁女兒這件事情 如果我王玉美 又輸給她留珍珍的話 我真的會鬥死 妳真的很無聊 這有什麼好比的 妳要是這麼委屈的話 那不要幫她們做晚餐啊 妳再不行 這房子是妳的耶 妳也可以把阿姨都把她趕出去啊 放又放不下 我是因為之前答應過妳奶奶 讓她們搬進來 我就不可以趕她們走 妳可以 只是妳不願意 妳在笑什麼 我想到我一個大學同學 家裡面的狀況跟妳們家很類似 怎麼可能 我還以為我們家這種情況 已經是史上最經典了耶 不是 但是我還是很感謝老天爺 讓我多一個玉美阿姨的 妳都不知道 我長大以後啊 有一天就問我媽 妳們大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才知道 原來我爸娶了我媽以後 就生意失敗走投無路了 我玉美阿姨 因為可憐我年紀小 沒地方住 就去求我奶奶 才讓我們搬回來的 嗯 但是他有跟我們收租金嗎 不會吧 真的 到現在還在收耶 而且啊 上個月我爸跟他吵架 他就說要漲五千塊的租金 就問他怎麼樣 我爸就去跟他道歉啊 道歉以後 他還是說堅持漲五百 我媽氣死了 很幼稚吧 嗯 不過啊 雖然我媽氣個氣 我知道她心裡 還是很感謝玉美阿姨 怎麼聽起來 你爸命特別好 你現在什麼意思啊 羨慕他喔 這種好命我承受不起啊 哼 你承受不承受得起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你要是敢跟我爸一樣 在外面偷吃的話 我是不可能像玉美阿姨一樣 對你那麼仁慈的 說到 知道就好 走啦 我媽媽 我們回來了 我忘了帶鑰匙啊 幫我看看 我怎麼這麼快 我都還沒準備好 欸 芳芳 你女人回來了 要去開門 啊 啊 這什麼事是我回來了 這是 東諺 來人屎要多耶 好了啦 客人來了啦 什麼啊 東諺 幫爸爸看看好不好 東諺 東諺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姐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我的奇葩姐姐 咪咪 帮多米 这是我男朋友 白思琳 走 干嘛 快点啦 这太客气 还用方块书当那个伴手礼 真的 你真的太客气了 对了 思琳 我听瑞瑞说你这趟是一个人回来的 你父母还在LA是吧 对 他们还住美国 但实际上是我在LA 读研究所的工作 我爸妈住的是西雅图 西雅图 我知道 阿姨有住过那地方很漂亮的 老公 我们不是还是有去那个什么塔 那个什么在夜景堂 太空正堂 对 太空正堂 就是太空正堂 还有啊 还有在餐厅 那个人家拍电影 那个车有什么来的 西雅图夜未眠 还有电影的名字 对 对 你们都知道啊 拜托 妈 这电影就算没有出国的 也知道好不好 对不对 姐 边吃边聊 那个思琳 我听你讲话很舒服 不像有些留学生回来 讲话那个口音怪箱怪掉的 可能我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关系 所以你是在台湾出生读书 后来才去美国的 对 我在台湾一路念到大学毕业 然后父母因为失业的关系 移民到美国 我跟着去 我在老A念研究所 在老A工作 原来 难怪 吃 吃 吃 不要客气 其实我当年念大学 就在你们家附近那边 好 那是 北台大学 真假的 你读过北台大学 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 那你跟我姐是同学 是吗 对啊 难怪我刚觉得你姐特别眼神 是吗 可能我大众脸吧 不过我非常确定 我对你一点印象也没有 没关系 反正都过去的事了 不认识也无所谓的 对不对 来 吃 多吃点菜 吃点菜 吃点菜 思理啊 那你这一趟回来 工作上有安排了吗 说到工作 姐 我不是跟你说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吗 其实买下你们公司的金主 就是思理他们的团队 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 思理就会正式成为 你们公司的CEO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要成为同事了 哇 那真的太好了 以后就金上加亲了 哦 嗯 请多多照顾 思理 你要多照我姐哦 应该的 嗯 吃吃吃吃 热客家 distint 嗯 小顿 тебя Bla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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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出来了 我的车挡在人家门口 对方打电话要我移车 你不是要去移车吗 一定要这么陌生 不然你希望我怎么对你 在千睿面前张开双臂热情地迎接你 跟你说 学长好久不见 你要这样吗 白姨自己现在的对象是方千睿 她跟方多明之前已经结束了 有那么简单吗 只要你不要进来搅局 就这么简单 我只想问你 十一年前我们约在月老苗 为什么你不出现 白思理 人的细胞每七年就会更新一次 你说的什么月老苗我已经不记得了 她们之间的关系这么复杂 就算不是我 我也已经看到她们未来 会是一段非常纠缠不清的三角悲剧 那可不一定 只要我重新帮白思理跟方多明牵线 让方千睿不要进这段感情 你刚刚说的都不会发生 就凭你啊 你不信啊 赌你一包巧克力 赌了 垃圾车快来了 我要赶快过去吧 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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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我们过去到底是怎么样 那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我 必须与千睿姐姐的身份提醒你 请你好好珍惜她 你 怎么可能 居然有我低血阳签不了的线 机会已经给过你了 是你自己签不成的 那就别妨碍我 快回家练功吧 不要再偷懒了 你肯定是事 是谁 你肯定是事 小心 练买人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呢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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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再见 我们见过面吗 应该没有吧 那可能我记错了 我已经有点了 你别忘了 我记得到我 我们下车 再来 你 我 你 怎么样 我 你 你 我的蝴蝶 全都被他吸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够不着的你曾经只属于彼此的怀里却分隔两笔 最不舍的我哭泣 却被爱与远去你有多着急 够不着的你住进了回忆 不能在一起 心中连言语 将自己交给我运气 那不是我去年签的那一顿吗 糟糕 变成念缘了 奇怪 怎么签不起来 我告诉你为什么吧 自然之以来 快点演呜 消灯 我们停消灯 我只是在做离婚律师该做的事情罢了 说得这么好听 我看你是假公济私吧 为了寻找能量不择手段 难怪玉帝要派月老来惩罚你 我从来不做缺德的事 缺不缺德可不是你说的算 你等着 等我找到那个长青女 把你们两个身上线 完成月老通给我的使命 我就可以摆脱你了 那就快去找吧 不要一天到晚跟着我 快浪费我的时间 臭指导 你要去哪里 哪里啊 哪里啊 就往哪里去